再来看到美国众议院在三号投票 选举下一届的众议院议长 虽然说共和党在众议院占有多数 不过内部整合失败 所以破天荒举行了三轮的投票 代表共和党参选议长的麦卡锡 始终无法掌握多数 而在前两轮投票当中 有19名的共和党议员跑票 到第三轮人数扩大到20人 这也代表麦卡锡获得的票数越来越少 不过民主党是始终如一 支持党提名的候选人 最后众议员同意修会 决定周三中午再开议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